举起弓箭架势十足 喜爱弓箭的他们说出他们的心愿 这个设计很有趣 射到好成绩 然后就可以上去领奖状 我也会想继续练 目标应该 男角龄吧 宜兰东奥国小射箭队学生 不只热爱这项运动 也因为今年三月 全国青年杯射箭锦标赛 获得团体第二名 表现优异受邀赴美参赛 但碍于经费不足 能否顺利出赛 目前仍是未知数 立法委员陈欧珀 29号召开记者会 呼吁政府正式体育赛事补助问题 我们希望社会各界 特别是政府 尤其是我期待未来的新政府 能够重视 长期以来中央资源 分配的不惊的问题 让这些偏乡的小朋友 在经过激烈的比赛之后 能够代表国家出去比赛的时候 政府有一个比较 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 一个补助办法 东奥国小射箭队出国 需要80万元经费 根据体育竞赛补助规定 最高只能获得15万元补助 连机票钱都不够支付 时速等开销更是大问题 它本身的一个在国内的成绩 另外一个就是它路途的遥远 我们有分了欧美 或是比较近的东南亚等等这些 刚刚委员也有提到 希望说能够纳入偏乡跟离岛 我想我们以后的修法上面 希望能够纳入这两个元素 除了原来的名次跟路途遥远以外 把这个元素也纳进去 针对体育竞赛经费补助问题 教育部体育署回应会再检讨 将偏乡离岛等地区列入特殊考量 定出符合公平正义的补助办法 让各级学校出国比赛时 不用面临经费不足 甚至必须向外募款的窘境 记者 台北市采访报道